公車上身串橘色上衣的阿伯 不理會司機詢問 開始隔空開嗆 接著衝向司機 破口大罵還不夠 甚至出手打人 阿伯先一把抓下司機的眼鏡 挥拳朝司機臉上猛K 還抓狂 把駕駛的眼鏡丟在地板上用力踩 司機被打得莫名其妙 根本不知道阿伯在不開心什麼 只能立刻報案 司機報警 不想再理會阿伯 但是阿伯恼羞成怒 再次抓司機的衣領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車上的乘客全都看傻了眼 來一難見撞 向上前去勸阻 卻被其他乘客拉住 過程中他有出手攻擊 這名司機的頭部 導致司機臉頰擦傷 那眼鏡也毀損 原來打人的阿伯自己喝的大爛醉 搭公車坐過站居然把錯 怪在司機身上 你剛剛沒按啊 我沒按 按 你怎麼可以 明明是自己喝酒醉坐過站 竟然打司機 這一拳又一拳亂打在司機身上 無辜的司機絕對提出告訴 要讓這位酒醉阿伯 為自己誇張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 許麗彭麗出發新北市再訪報道